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三儿啊 又趴窝了 还是上次的那个问题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 反正跑了一公里两公里 然后整个那个水箱又开始来那个炸锅了 满车厢的味儿 你知道吗 现在不知道那是怎么搞 也不知道因为 跑长途最怕 最怕这个 你说你说这他妈的 这个上不遭村 下不遭这地儿 你就是说你修吧 去哪里去哪里修 对吧 你说这个售后 就是你要卖这种车 你必须得要把这车整明白 它究竟是哪里坏 啥那个毛病 那么 现在那又是这个问题 兄弟们看 这才六千公里啊 这净是事儿了这个 现在没有办法啊 迫使着你 你必须要去停车 来休息 让整个的东西凉了以后 你才可以再往前走 所以说今年我们做的这个 小三轮环滑油 这个东西搞不好 可能要那个泡汤 还好我师兄他是徒步 我每天我们走的也就是二三十公里 你这要多了的话 根本就没办法弄 但是你这也不行啊 你说二三十公里 你现在就是跑个一两公里 它就是这样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那个继续 知道吧 虽然呢 它有很多的经销商 可是关键是这个问题 你解决不了的话 你怎么咋干跑啊这个 咱家老铁啊 说啊 会不会是那个风扇的温度感应器坏了 这东西咱也不懂啊 长得什么样咱也不知道 在哪放着咱更不知道 咱就是一个普普通的一个玩三轮 做自媒体的 对不对 咱又不是专业修这个车的 咱压根就不懂这一些玩意儿 哎呀 当时让学习没有那句学 结果怎么样 路上歇了吧 没有办法 只能去求助 南宁有个方总 人非常的好 也是卖这款药龙的这个车 人家也很专业 我向他来咨询了一下 然后他一直在问我这个风扇有没有转 这个风扇因为我在前面 风扇转不转 我根本就听不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听别人说啊 说这个风扇呢 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温度以后 它才会起来 如果你温度达不到的话 还不起来 但是方总又跟我说的 会不会是空调的事 让我把空调给打开 但是打开了 打开了它也没有用 它还是一样的呢 就是开锅 现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来去求助别人 看看这附近啊 哪个县城的有没有那个经销商 有没有比较厉害一点的 这个维修的 所以说你车吹牛逼 你出的再好 你维修你跟不上 销售你没有用的 你知道吧 我们只是一个消费者 咱也不是专业来卖 来卖这个车的 根本就不懂 那就是这个 我也没有别的想法 对不对 我就想我这车我开到哪里 真要有问题 哪里能去解决问题 对吧 花点小钱没有关系 但最基本上要保证 我的这个事不能来去耽误 兄弟们 我说的是不是个理 啊 就是这样 好了 这期视频咱就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 Up plot Thank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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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